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此而言,是皇后杖廣场第二期 而逛之客 早便第一期 只要两期来成的 白genommen 我们会用心努力 向我们的历史进发 知了更多的文革古迹 可以親眼目擊中心法院 感覺是特別不同 他們一班來說 只有八至十個人左右 小組合學的 我覺得很值得 令我學到中國建築的特色 挺好玩 因為可以學到一些 我們平常接觸不到的東西 這一方面的古蹟的知識 他們上課都會知道 但是出到課室 怎樣令他們主動一些 和發表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一個道想完來說 就不足夠 但是多於我們的義工 就熱鬧很多 令他們更加投入 其實去到博物館 很多時候他們的文物 全部收在櫃 就不會拿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們AMO的鎮館之寶 帶他們去行煎魚 讓他們了解多一點 亦都是有一些小組的討論 去訓練他們的一些 在表演方面的技巧 天鎖是一個雙發展的市場 連中環又怎樣 中環就是一個金融商業重心區 圍村多數都是 同一個姓氏一起的居民 居住在圍村裏面 但是公共村裏面的居民 是沒有關係的 我這次是活動才知道原來 古蹟是保留了很重要的歷史 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 以前覺得天水懷是我的地球 但原來我的見識是很少的 因為出去很多都是那些很商業性 很多的高樓大廈 但同樣都會有一些文化的古蹟 覺得很有特色 這個工作坊裏面 我就學到古人建築的智慧 多謝馬屋義工那邊 因為他們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和支援 例如有些我們不明白的地方 他們都會幫我們 我的倆多 精彩絕倫 節目豐富 不參加真是走步 對學生當然有好處 因為可以認識文物古蹟 透過一些活動的方法去認識 因為其實活動的東西 性質最重要是跳出課室 讓他們親身體驗 我們其實是多謝你們有這個資源 因為可以跨出這個天水圍 可以去到中西區 甚至去古物古蹟 博物館 亦都有這班這麼好的導師和義工 去幫忙帶他們 其實令他們真是講見聞